近日武汉江滩恢复开园 按照分批有序严格管控 动态掌握的开园原则 开放市管三地江滩园区 记者3月26日在汉口江滩看到 三三两两的市民走在绿树繁花之中 吹着江风沐浴春光 放松宅家许久的心情 就是一种大自然的那种 刚刚又下了雨嘛 这种空气就有种久违的感觉 好开心 就想对着那个长江喊一声 我说太想你们了 汉口江滩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进入闸口前 市民需进行体温检测 同时需要佩戴口罩 出示个人健康码 发热人员不配合人员 及携带宠物者不允许入园 石丹丹是武汉的一名医护人员 当天轮休便和家人一同来江滩散步 在公用石凳上休息前 她用随身携带的消毒酒精进行喷洒擦拭 石丹丹称 虽然目前疫情有所好转 但是大家还是应该保持警惕 现在这个时候肯定要注意啊 因为你毕竟病人还没有清明嘛 而且这个病毒 其实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反复 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对未来都是一个未知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尽量的注意一下 其实对自己负责 也对别人负责 从3月25日临时起 湖北省处武汉市以外地区 正式解除离厄通道管控 生产生活从暂停向重启转变 而武汉市城区也告别了高风险 117条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 轨道交通也将于3月28日重启 从4月8日起武汉将解除离汉管控 看那个车上 现在车也躲起来 人也躲起来 感觉还是有变化的 以前是 我说跑的时候根本没人 没什么车 就感觉热闹有一点回来了 就好起来了 一切都变得 开心 春风嘛 吹得很舒服 汉口江滩与江汉路步行街相接 与黄鹤楼景区相望 与长江白隔针流相应 构成武汉市中心区独具魅力的景观中心 是武汉地标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